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节来学习有关内部环境分析 在这一节教材是按照三个层面给我们做相关理论的介绍 分别涉及资源能力分析 价人链分析以及业务组合分析 如果从这三个内容彼此的逻辑关系去看的话 它们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突出特别直接 所以单纯站在应试的角度 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研究它们三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理论逻辑 我们就按照三个独立的知识点分别去掌握它的基本结论 这就足够了 那下边我们注意去展开做相关的学习 首先看第一个资源和能力分析 大家从这个标题应该就很好理解 这个主要就是对企业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我们进行分析 通过资源和能力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企业目前你的资源和能力是什么表现状况 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你的劣势在什么地方 了解完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之后 我们才可能有针对性的制定适合自己的战略方案 那么这就是它的基本思路 思路了解了 那接着呢 请大家再观察这三个词 这三个词呢 其实就是代表教材这部分内容 在具体编写的时候 它的一个所谓的小框架 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先把小框架掌握到位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资源和能力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分析 先分析企业具备什么样的资源 资源分析完了 我们再分析企业的能力 了解企业资源和能力了 接着再分析企业的核心能力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把逻辑呢 再把它简单解释 大家理解一下 首先分析资源 为什么首先分析资源 什么叫资源 简单的讲 资源就是企业经营 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 这不就是资源吗 那我们知道 一个企业要想展开 正常的经营活动 拥有一定资源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你不具备相关的资源 你是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展开正常的经营的 所以我们先分析 企业具备什么样的资源 那分析完资源之后 还要进一步分析企业的能力 什么叫能力呢 简单的讲 就是你如何用好资源 这就是你的能力 大家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又分析完资源了 还有分析能力 很简单 你这个企业 如果经过分析 发现呢 有很好 很充裕的资源 是不是代表 你的经营成果一定很好 这可不一定 如果你资源很好 但是呢 不具备足够的能力 把资源用好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仍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 所以在分析完资源之后 还有分析企业具备什么能力 了解完资源了 了解完能力了 那接着我们再去分析企业的核心能力 听清楚 核心能力 我们也表达为叫核心竞争力 文字呢 不太完全一样 但是内涵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先理解 什么叫核心能力 所谓的核心能力 就是指在市场当中展开竞争的时候 你这个企业哪方面比你的对手要更好 更优秀 这就是你的核心能力 所以我们结合前面的逻辑去把它树立清楚 先分析资源 有了资源之后呢 再分析我的能力 能不能把资源用好 大家去思考一下 假如经过分析发现 你这个企业呢 资源非常的好 你这个企业呢 也具备很好的能力 是不是说明 你这个企业一定会有好的经营成果 这可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在市场上展开经营的时候 你还会面对你的竞争对手 有可能你的对手资源比你更充分 能力比你更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个企业就很难获得你所想要的经济效果 所以我们要分析核心能力 也就是说呢 在前面分析完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对照竞争对手 进一步分析哪些资源 哪些能力 可以帮助我做的比对手更好 那这些资源能力就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 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当中经营竞争的时候 不具备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 那么这个企业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知识点一个简单的分析逻辑 大家先把它理解 理解完之后呢 我们再展开介绍相关的具体知识点 那这边需要提示一下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这三个分析当中 我们在预习环节呢 主要给大家简单提示资源分析和能力分析 而核心能力的分析这个内容 我在预习阶段呢 我们暂时把它放一放 等到我们明年技术班展开详细复习的时候 我们再把核心能力需要大家掌握的主要知识点 再把它整体做下提示 那下边呢 我们先看资源和能力到底怎么做分析 先看第一个就是资源的分析 谈到资源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有两个具体内容要掌握 第一个内容呢 就是资源的主要类型 这个点本身难度不大 但是我们最近年呢 频繁在主观题 要求大家做案例分析 这个案例分析思路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求大家先去归纳 按例当中这家公司 它具备什么样的资源 归纳完之后呢 就是分析一下哪些资源能够带来优势 哪些资源带来劣势 这就是它的分析逻辑 所以我们请大家呢 简单的了解资源的具体类型和各自表现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教材的观点 在一般意义上 它就把一个企业基因所需要的资源呢 分成三种类型 这边涉及有形资源 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 我们下面来提示他们各自的表现 先看第一个那就是有形资源 所谓的有形资源就是指具备有形尸体 企业能够看得见 能够摸得着 能够把它的价值准确衡量出来的 这就是有形资源 那么有形资源呢 看清楚了 有进一部分两种类型 一个呢叫物质资源 一个叫财务资源 其中这个所谓的物质资源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企业所需要的土地 厂房 生产设施 原材料 存货等等 这是物质资源 那所谓的财务资源 主要指什么呢 主要指的就是资金 把这个记住 资金 那我们也知道资金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 它会有不同的占有形态 所以呢 这里边进一步可以把它区分为 比如说企业的银行存款呀 应收账款呢 有价证券呀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我们有形资源的具体表现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第二种类型呢 我们叫无形资源 所谓的无形资源 就是指 它不具备有形实体 我们企业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呢 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当中 能够给企业带来 高额回报的资源 这叫无形资源 那无形资源 典型的表现 教材呢 也告诉我们了 从考试来讲 也是希望大家重点了解这些典型的表现 包括呢 品牌 商誉 技术专利 商标 企业文化 还包括组织的经验 等等等等 这是无形资源 第三种类型 那就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主要指的就是 企业 你的员工 你的组织成员 将你这个企业组织 所提供的技能知识 以及推理决策能力 这就是人力资源 但是从考试来讲 我们一般不会考的这么理论 这么抽象 只要案例材料 与企业员工有关系 记住这个词 员工 案例材料将会告诉你 他拥有什么什么的员工 我们就把这个材料 归纳为叫人力资源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资源的 第一个内容 资源的类型 这个了解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内容 教材呢 又给我们介绍了 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 判断标准 大家先把这个小标题的含义呢 先去列到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过分析 我们且知道了 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 比如说 我有什么样的有形资源 有什么样的无形资源 有什么人力资源 那按照前方的提示 拥有资源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要进步判断 这些资源 哪些能够帮助企业 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我们要做进步判断 那判断的时候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 我们用这个标准 作为尺子 来衡量一下 现有的资源当中 哪些能够帮助企业 建立市场竞争优势 这就是第二个内容 它的基本思路 那这里边呢 首先列出四个标准 这四个标准本身 我们从考试来讲 没怎么考过 所以在这呢 大家主要是理解 它各自的内涵 但是其中 第二个标准 不可模仿性 又进一步做了细分 那我们过去考试 考的 主要就是第二种类型 不可模仿性 它的进一步细分 那一会呢 我会带着大家 把这个细分类型 再去把它详细的展开 讲一讲 那我在这儿 先去按照整个顺序 先把这四个大的标准呢 整体解释一下 第一个标准 叫资源的稀缺性 什么意思 就是呢 看一看企业 所拥有的这种资源 它是不是很稀缺的 如果是稀缺的资源 企业凭借这个稀缺资源的拥有 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第二个呢 就是不可模仿性 就是看一看呢 你这个企业 所拥有的这种资源 对手能不能很轻易的 模仿复制 如果对手很轻易 模仿就复制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企业凭借这个资源 就很难获得一定优势 相反 如果对手很难模仿 很难复制 企业凭借这个特点 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这是第二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呢 叫不可替代性 也就是说 看看对手能不能找到替代品 如果对手找不到替代品 那我们评论这个 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第四个呢 就叫持久性 什么叫持久性呢 看看这个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价值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这个资源 它的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贬值 反而在不断升值 就说明 这种不断升值的资源 可以帮助起 获得竞争优势 相反 有些资源呢 它的价值 不但不会升值 反而会不断的贬值 那么这种资源 就不满足持久性这个标准 它就不能够帮助起 或者竞争优势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四个主要的判断标准 它各自的内涵 大家呢 听懂了 有的印象 这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第二个标准 不可模仿性 进一步呢 又划分为四种类型 我前面强调过了 这个是我们历年考试的高频考点 所以请大家 把这个要加强预习 我在这呢 也是把主要思路简单介绍一下 课下请大家呢 结合教材 把这四个标准 各自的内涵 以及教材所记的例子 再去把它好好琢磨一下 我们先解释 第一个叫什么呢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也就是说 这种资源 从它的物理特性本身来讲 很独特 那如果物理特性很独特 说明什么 说明对手根本就不可能模仿复制 这个呢 就构成解禁的优势的来源之一 这叫物理上独特 第二个呢 叫路径依赖性 什么叫路径依赖性呢 就是你这个企业 之所以拥有这种资源 是因为在长期的经营过程当中 你自己努力逐步积累下来 那如果经过长期积累 才可能拥有这个资源 你的对手 有没有可能在短期之内 就把它模仿复制呢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凭借这种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也可以帮助协货的竞争优势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叫因果含糊性 什么因果含糊性呢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有这个资源 但这个资源怎么来的 你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果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话 你的对手能搞明白吗 他就更搞不明白了 如果他连起源都弄不明白 他能模仿复制吗 他就很难模仿复制 所以说呢 凭借这种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也可以帮助协货的竞争优势 接着看第四个 叫什么呢 经济制约性 大家呢 听清楚 前三个细分类型 逻辑思路呢 比较接近 都是代表对手 很难模仿和复制 第四个 经济制约性 思路呢 发生变化了 怎么变化呢 经济制约性是指 对手是可以模仿复制的 但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他认为不值当 所以他就放弃模仿和复制 这叫经济制约性 然后大家去理解 什么叫经济 怎么理解经济这个词 在这呢 听清楚 如果站在管理角度 去谈经济性 主要者的就是投入产出 这二者的比例关系 那如果把它完整的解释 就是说 对手呢 可以向你模仿 向你复制这种资源 那我们知道 他在向你模仿 向你复制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会有投入 没错吧 那么如果他真的模仿会了 学会了 这种资源 就可以给他带来回报 这不就是产出吗 但是 由于这个对手所在的市场 整体空间比较有限 所以最终的结果 可能会表现为 他投入代价之后 学会了这个资源 但这个资源呢 所带的回报 又比较有限 也就是说 投入产出 不成正比 用通俗话来讲 他认为不划算 所以最终 他就决定 不再向你模仿 不再向你复制 这就是强调 经济制约性背后的内涵 大家呢 再去把它理解一下 我们就把这四个细分 类型的内涵 把它解释完了 那解释完之后呢 我需要再提示 就是呢 不管这四个主要的标准 还是说 这四个细分的标准 在现实当中 并不是要求 同时具备 面对一个具体的资源 如果它满足 某一个标准 它就可以帮助 写获得竞争优势 不是说 必须同时满足四个 这个大家呢 先把这个理解到 然后其次呢 面对这四个 细分类型的时候 大家千万注意 如果从实物角度 我们使用这个理论 去分析 面对一个特定的资源 它可能会同时 满足好几个不同标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企业的企业文化 那你告诉我 如果单纯从企业文化 这个无形资源去分析的话 它可以不可以满足 路径依赖性 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因为路径依赖性 代表企业文化 是长期形成的 那它能不能满足 因果含糊性 也是可以满足的 因为任何企业的企业文化 怎么形成的 谁也说不清楚 实物当中 这就说明 某一个具体的资源 可能会同时满足好几个不同的标准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不会这么复杂 所以这里边呢 从复习角度 大家千万千万听清楚我的建议 就是这四个细分类型 我们教材呢 每一个都列举的有例子 那么你要记住了 教材例子所讲的这种资源 放在哪个标准之下 如果考到了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答 不要去选择其他的标准 这是完全在应试的角度 大家呢 把握好这个复习的尺度 这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就把呢 资源分析的第二个内容 它的核心思想 就把它树立完毕了 这就是资源分析 那分析完资源之后 按照教材的逻辑呢 我们接下来要分析企业的能力 能力分析本身内容的不复杂 但是这两年考试频率 相对比较高了 它通常呢 都是在主关题 要求大家做案例分析 那这个案例分析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归纳 怎么归纳呢 就是当你读案例材料的时候 看完这句话 要判断 它是不是能力的范畴 如果是能力的范畴 它属于哪种类型的能力 然后把它粘过来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需要大家 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这几种能力的内涵 有一定了解 这就可以了 那我在这呢 就把基本思路简单数理一下 我们教材呢 就是把一个企业的能力分成五种类型 分别涉及研发能力 生产管理能力 营销能力 财务能力 和组织管理能力 我想 大家根据平时的学习和工作的经验 对这五种能力 从标题上 应该就可以简单把它区别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呢 这个内容就不再展开做相关的介绍 请大家自行结合教材 再去把这五种能力 它的细节理论 再自行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等到明年基础班的时候呢 我带着大家再去把它整体梳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企业资源能力分析的前两个内容 资源分析和能力分析 主要线索呢 把它梳理了一遍 那按照前方的提示 我们第三个内容还涉及核心能力分析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今年选择暂时把它放掉 大家呢先不用管它 也是等到明年基础班 我们请大家再根据我课堂所做的安排和讲解 再去把其中的主要考点 有一定的了解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把第二节第一块资源能力分析 就把它结束掉 结束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内部环境分析的第二个分析模型 那就是价值链分析 那么价值链分析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考试频率很高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这个理论呢 相对有点抽象 也就是说呢 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不是特别好做案例分析 所以对这个内容 请大家呢 还要适当的加强理解 谈到价值链分析的时候 我们教材呢 给我们安排了三个内容 大家在这儿 先熟悉一下这三个小标题 第一个 首先给我们讲价值链的两类活动 这个就是价值链分析理论 最核心 最基础的知识 第二个呢 在价值链两类活动 学习完毕之后 给我们介绍呢 价值链的确定 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了 这个分析模型的基本框架 两类活动 然后呢 怎么样这个模型 针对一个具体的分析对象 我们去做价值链分析 这就是第二个内容 价值链的确定 但是这个内容呢 我们几乎不怎么考 到目前为止呢 只是偶尔 即偶尔 在个别选择期的选项 有所涉及 所以这个内容呢 不重要 我们整体呢 就把它选择放掉 大家呢 也不用再去进行 技术的复习 那接着看第三个 就是呢 资源能力的价值链分析 这个内容 是我们历年主观期的 高频考点 这个内容呢 也不是特别好理解 不是特别好做 案例分析题 大家呢 在后边 要跟上我的思路 知道这个地方 它的主要脉络 到底是什么 所以 从价值链分析 这个理论 质点来讲的话 我们重点学习的 就是第一个内容 和第三个内容 那下边呢 我们按照这两个点 去把它展开 先看第一个 就是价值链的两类活动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价值链理论 那么在管理理论当中 有很多学者 针对价值链 做了相关的研究 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那我们教材 主要采纳的就是 迈克尔波特教授 有关价值链的基本理论 按照波特教授的观点 那什么叫价值链呢 他这样来解释 我们通常都会说 一个企业 必须要能够 为你的客户创造价值 我相信这句话 大家都非常认同 如果一个企业 不能够有效的 给客户创造价值 那么这个企业 是不可能长期生存 和发展下去的 那么接着 如果一个企业 必须而且能够 给顾客创造价值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企业 每天运营 所开展的各种活动 其实呢 都是在为顾客创造价值 因此迈克尔波特教授 就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 把企业内部运营 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统一归纳 命名为叫价值增值活动 听清楚了 统一叫价值增值活动 只不过呢 这些增值活动 在企业内部运营 各个职能部门 有不同的具体表现而已 比如说采购 有采购的相关活动 营销 有营销的相关活动 生产有相关的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 都是在为顾客创造价值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些活动 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一定是有联系的 他们彼此 绝对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 所以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 波特教授 就把它统一 命名叫价值链 这就是这个理论 它背后的基本原理 然后大家帮我思考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有知道 这么多具体活动 还要站在价值这个层面 抽象层面 我们都进不研究呢 它的逻辑很简单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企业必须要能够给顾客创造价值 而且要比对手 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 你这个企业才具备竞争优势 才可能生存和发展下去 对不对 那接着我们就分析了 那么如果企业必须向顾客创造价值 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才能保证企业给顾客创造更好的价值呢 我们就把背后的活动 把它一个一个拿过来 去分析一下 我的采购活动 我们需要不要去改进 如果能够改进的话 采购活动的改进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就可以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简单的表现 我们把采购的效率提高 采购成本下降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成本下降了 整个生存成本下降了 产品的价格就下降了 那产品价格下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给顾客创造价值 就会提高了 这是个简单例子吧 那其他活动都是类似 营销活动我们怎么去改进 生产活动怎么去改进 等等等等 这就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能够确定 这些活动的改进思路 我们就可以把它落地去实施 最终呢 通过活动的改进 给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 帮助去获得你的竞争优势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逻辑 大家都把它理解一下 那理解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重点梳理 波特教授 就是按照一个理论模型 把一个企业内部 每天所开展的各种活动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呢 看清楚 这就是他的模型图 波特教授呢 用这个模型图 简单的把一个企业 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运营活动 分成了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这个模型图 我们从这把它分开 大家看清楚啊 上下两部分 其中呢 下面这部分 从左到右 依次排开的 就是第一大类 这类活动呢 我们界定为叫基本活动 也叫主体活动 大家看看 它又分成五种类型 分别涉及内部后勤 生产经营 外部后勤 市场销售和服务 那接着再看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呢 是第二大类 统一界定为呢 叫支持活动 也叫辅助活动 你观察模型图的安排 这四类活动 是从上到下排列的 不是从左到右 那分别设计呢 基础设施 人类资源 技术开发 采购管理 接着是波特教授 这个理论 两类活动 它的具体分类 那你看 是不是 这个具体分类呢 相当于就把企业 每天的运营活动 都把它概括出来了 那接下来 我就带大家去展开 就是把每个活动内涵呢 整体把它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大类 那就是所谓的 基本活动 或主体活动 包括这五种类型 大家先理解 什么叫基本活动 所谓的基本活动 就是指 这些活动 是直接参与了 产品的生产 或服务的提供 能够直接给Google 创造相关的价值 它就构成一个企业 运营的主体 所以我们建议 叫基本活动 或主体活动 那么这五种活动 为什么从左到右 一次摆开呢 就是因为这五种活动 是依次展开的 那下边呢 我们注意来说 第一个呢 就是内部后勤 这个所谓的内部后勤呢 主要就是指 我们企业获取 生产所需要原材料的 有关物流活动 听清楚 当谈到后勤 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的脑海当中 就联系物流 这两个字就完事了 那典型的物流活动 包括哪些呢 包括装卸搬运 包括运输 包括盘点 包括库存管理 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内部后勤 所以记住 内部后勤 主要跟原材料 零配件有关 主要是与之有关的 物流活动 这是内部后勤 如果这个活动完成了 得到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 在我们企业 原材料仓库当中 我们就拥有了 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 那接着就到了第二个活动 要开展生产经营 这就非常好理解了 所谓的生产经营 就是指按照每天的生产计划 我们去从原材料仓库去领量 然后投入生产 经过整个生产过程 每个环节的加工 在生产环节的最后 生产出产成品 这就是所谓的生产经营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翻译叫生产制造 大家看看呢 教材给出典型的表现 包括哪些呢 加工 装配 包装 设备维修 检测等等等等 这都属于生产经营 这一大类 那接着去想 如果这个活动完成了 到什么结果了 结果不就是说 我们已经生产出了 可以在市场销售的产成品 没说吧 所以接下来呢 就到了第三个活动 涉及外部后勤 那这个外部后勤 还是联系两个方面 第一 谈到后勤这个词的时候 仍然是跟物流有关 那具体就包括装卸 搬运 什么运输 配送 盘点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边 为什么叫外部后勤 它和前面的内部后勤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些活动的对象 是不一样的 按照前面的提示 内部后勤 设计的对象 则是谁 原材料零配件 从故意上 我们运到企业生产所在地 整个的装卸 搬运 运输等等等等 而这个外部后勤 它设计的对象呢 主要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成品 我们产成品生产完了 检验合格了 要入库 然后呢 要把它运到各个销售地点 整个的运输 搬运 装卸等等 这叫外部后勤 把它处理清楚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四个活动 相当于就是市场营销 就是呢 产成品生产出来了 也运到了各个销售地点 那接下来就是开展相关的营销活动 典型的包括定价 包括促销等等等等 通过这种营销活动呢 在每个销售地点 能够激发当地消费者 它产生购买欲望 产生购买行为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市场销售 那完成这个活动之后 相当于把产品都卖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 就到了第五个活动 我们叫服务 那这个服务通常呢 就是典型的售后服务 那我想这个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们教材呢 也列举了比较典型的表现 比如说产品卖给顾客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对他进行一定的培训 给他提供相关的修理服务 0b2的供应服务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讲第一大类基本活动 所包含的五种细分类型 大家呢先把基本思路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然后再去呢 把详细内容及和教材 再去把它好好地琢磨一下 我们有了第一大类活动之后呢 接着就会涉及第二大类 我们叫四种支持活动 也叫辅助活动 那什么叫支持或叫辅助活动呢 清楚 意思就是说 这些活动并没有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 或服务的提供 也就意味着 这些活动并没有直接给顾客创造价值 但是 这些活动 它的开展 对于刚才我们书里的五种基本活动 正常的开展 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辅助的用 换句话来讲 没有这四种支持和辅助活动 刚才那五种基本活动 也不可能正常有效地开展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活动呢 统一界里面叫支持或辅助活动 先把这个呢 梳理清楚 那我们看这四种支持活动 各自的内涵 第一个呢 我们叫基础设施 千万记住 这个基础设施 不是我们通常所讲宏观层面的基础设施 而是在那企业微观角度 我们讲的基础设施 那这个更加指的是谁呢 企业管理 管理 包括哪些呢 别企业 你用什么结构进行管理 你的管理的惯例是什么 你用什么控制系统 那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指的是内部控制 还包括企业 有什么企业文化 包括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 这不都突出管理这个方面的线索吗 所以记住 我们所讲的基础设施 主要就是跟管理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支持活动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讲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 就非常清楚了 相对把人力资源 我们单独强调了一下 都涉及员工的招聘雇佣 培训提拔退休等等等等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 因为我们企业不管是哪一个活动的开展 都离不开谁 都离不开人 都离不开员工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来支撑 我们其他活动都不可能正常的开展 这就人力资源管理 接着看第三个叫什么呢 叫技术开发 这个详细大家也好理解 对不对 但是注意在波特架链里当中 这个技术呢 应该在那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常看到技术这两个字的时候 最容易想到是什么 那就是生产技术 没错吧 所以我们能够直接想到的就是技术开发 就是帮助企业呢 开发出新的技术 新的生产流程 采用新的生产设备 这叫技术开发 对直接想到的含义 那么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新的生产流程 新的生产设备 我们就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 不断降低成本 从而给Google创造更多的价值 没错吧 但是记住 我们不能急缺于生产方面 这里边所讲的技术呢 还包括非生产的技术 比较典型就是管理方面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做营销管理 我们做有关的这样一个研发管理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管理决策 也需要使用技术啊 那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有效的技术开发 开发出更好的管理技术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去提高管理的效率 降低成本呢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请大家要在那广义角度 去把它加强理解 这是第三个知识活动 那么第四个知识活动呢 我们叫采购管理 这个主要者呢 就是一些开人采购活动 所需要开人的具体职能活动 这就是采购管理 比如说我们派业务员 跟对方去谈判 跟对方签合同等等等等 这都是采购管理 同时要提示一下 这里面所讲的采购 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通常理解采购的时候 都跟谁挂钩 都是跟原材料零配件挂钩 没错吧 但是注意 我们且生产经营 除了这种原材料零配件 这种资源的投入之外 其实呢 也需要什么 无形的服务来投入 比如说 我们可能需要找一个事务所 给我们做审计 我们可能需要找一个软件公司 给我们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 我们可能会找一个 哎 律师事务所帮我们去打官司 没错吧 你记住 这个找的过程 我们其实都把它视为叫采购管理 所以千万千万记住 采购管理是个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呢 原材料零配件 这种有形资源的获得 也包括这种无形服务 它的投入的获得 哎 我们就把四种支持活动 基本线索就把它梳理完毕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价值链分析的第一个理论点 价值链两类活动 请大家去了解预习的核心线索 就把它整体梳理完成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内容 就是资源能力的价值链分析 这个标题呢 相对比较拗口 不是特别好理解 所以我们在这呢 先解释标题的内涵 标题内涵理解了 它的具体内容 我们才可能做进一步 针对性的复习 这个标题呢 我们换用方式来诠释 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呢 已经有了价值链分析的模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价值链模型 分析谁呢 分析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通过用价值链分析企业资源和能力 干什么呢 帮助企业找到自身的竞争优势 所以这个标题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通过价值链 对企业资深的资源能力做分析之后 怎么要找到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这就是它的基本思路 那么按照教材理论有关的总结 经过分析之后呢 这个来源有三个来源 就涉及这三个标题 那么从我们考试角度来讲 这个内容通常都是主关题 要求你做案例分析 所以在后续的复习当中 我所讲的后续 主要指的是明年基础班录制完毕上线 大家呢 进一步听课理解之后 请大家要保证 把这三个标题语言文文字要背下来 这是后续的要求 现在呢 请大家主要简单的熟悉它的基本内涵 按照刚才的提示 这三个标题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用价值代模型 对企业资源能力做分析之后 我们所找到的三个竞争优势的来源 那这三个标题呢 文字都比较傲考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每个标题后边 我都用简单的比较通俗的文字 又把它重新诠释了一下 大家呢把这个结合帮你去理解 下面我简单解释啊 第一个来源 也就是第一个标题 这样来表述 确认那些支持企业 进入优势的关键性活动 那么这个来源呢 我就把它简单的解释为 内部单个活动 大家呢 先自行开动脑筋想一想 这个背后的含义该怎么去理解 我们这样来解释 就是呢 按照前半的梳理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 整个模型分成两大类活动 每一大类呢 又分成若干种具体活动 所以我们这个模型呢 去套一个企业 如果用这个模型 对一个企业做了具体分析 是不是 我们就清楚的知道了 这个企业 在内部后勤这块 有哪些好的做法 典型的活动 在呢 生产制造这块 有哪些典型的活动 在整个营销这块 有哪些典型的活动 在技术开发这块 有哪些典型的活动 我们都清清楚楚知道了 那知道完之后呢 接着就分析 这些具体活动当中 哪个活动 这个企业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和市场上 其他对手相比 原来好于其他对手 如果你能够找到 这种单个的活动 那就说明 凭借这个 做的比较优秀的单个活动 你这个企业 就可以获得你的竞争优势 因为你比对手在这方面 要做的好 做的强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单个活动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经过你的分析 你发现呢 这个企业 在生产制造这块 他这个生产过程 非常的好 管理呢 非常的有效 是不是意味着 他凭借生产制造 这个单个活动 就可以获得他的竞争优势 那另外一个企业 分析完之后发现 可能是他营销 这块做的特别好 跟市场的联系 特别的紧密 那就说明 这个企业呢 凭借营销这个活动 可以获得他自己的竞争优势 这就是单个活动 所形成的优势来源 这是我们第一个来源 但是大家要理解 这个来源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种单个活动 所形成优势 他一般不会持久 很容易被对手模仿和复制 所以接下来呢 又提出了第二个来源 叫什么呢 明确价值的内 各种活动之间的联系 看清楚了 开始强调联系这两个字了 但是这个联系 没有脱离企业边界 是企业内部 不同活动之间的联系 因此 我们把第二个标题 第二个来源 把它简单解释为 叫企业内部的联系 那这个内部联系 指什么联系呢 指的是不同活动之间的联系 大家就回忆 刚才树里的价值的模型 那是不是两类活动 一类呢 叫基本活动 一类叫知识活动 所以这个内部联系 就可以从三个方面填出来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 在不同的主体活动之间 建立紧密的联系 第二 在不同的知识活动之间 建立紧密的联系 第三 在基本活动跟知识活动之间 建立紧密的联系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哪一种联系 只要这个联系存在 那么这个企业 就可以凭借这种 内部活动间的联系 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这就是整个理论逻辑 那下面呢 针对第三种情况 我分别举例子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这个企业 在基本活动之间 建立了紧密联系 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呢 这个企业生产制造 跟他的营销联系特别紧密 这种联系呢 表现为 企业生产什么产品 生产多少 什么时间生产出来 这个呢 完全根据营销部门 所搜集返回信息来决定 营销部门告诉你 什么时间生产 生产什么类型 生产多少 生产部门就按照这个去生产 营销部门不返回这个信息 生产部门就不生产 那你看 是不是说明这个企业 在这两个活动间 就建立紧密联系了 那这种联系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说 生产出的产品 完全是市销对路的 生产完就能够马上卖掉 这个企业库存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甚至为零 那这种库存很低 不就构成某种方面的优势吗 这就是第一种表现 不同基本活动间 建立紧密联系 那第二个方向是谁呢 不同支持活动间 建立紧密联系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 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 这个呢 建立紧密的联系 怎么紧密联系呢 就是人力资源部门 在招聘员工的时候 就特别注重 招聘那些 具有很强创新能力 具有很强 研发能力的员工 那不就是想到 一把人力资源管理 和技术开发 结合起来了 员工本身 具备很强的研发能力 把它招聘起来之后 他就很高效的开展 研发活动 技术开发效率 不就提高了吗 那就可以 工科创造更多的价值 帮助学获得进入优势 这是第二个方向 那第三个方向 就是在基本活动 和知识活动间建立联系 举例子 比如说 这个企业呢 在生产制造环节 加强技术开发 生产制造属于基本活动 技术开发属于辅助活动 如果强调 在生产制造环节 加强技术开发 那就表现为 把知识活动 跟基本活动 建立起密联系了 对不对 这就是强调 技术内部联系 三种可能的方向 大家呢 通过这个讲解 把它简单的理解 这是我们第二个来源 那一般来讲 这个来源 所形成的技能优势 在持久性这个地方 要比第一个来源 要更加持久 但是呢 它在某些方面 也会算到一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也是相对而言 容易被对手模仿和复制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又找到第三个来源 叫什么呢 明确价值系统内 各项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 那这个联系 该怎么理解呢 看清楚 我们把它表达为 是企业外部的联系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这两个标题 它的本质区别 那这个所讲的外部联系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企业 和你的上下游企业之间 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那如果你能够有效的 跟你的上游供应商 下游销售环节 建立紧密的业务联系 这种外部联系 也可以帮助企业 获得竞争优势 我们暂时呢 不讲展开 大家呢 就把这个基本思路掌握到 那这个来源 所形的竞争优势 记住 一般来讲是最持久的 因为这个联系 是对手很难模仿 很难复制的 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价值量分析 帮助且获得优势来源的 三个标题的主要思路 就把它简单解释了一下 大家呢 可能某一听 感觉比较抽象 不太好理解 所以这个地方 请大家 如果可能 我们尽量多听几遍 甚至呢 你可以把我们 21年基础班 这个地方的客战 拿过来 仔细听一听 因为在基础班 讲解的时候 我们会展开 会举例子 大家可能会听得更加清楚 更加明确一点 那我们就把这点呢 就把它结束 这个点结束 也就说明 我们内部环境分析的第二大块 价值点分析的核心内容 也就把它 梳理完毕了 谢谢大家